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很多出行的不方便也是特别不合理的 第三操作度太好的汽车 要知道一台汽车如果不是全方位都均衡 而是某一个方面特别好 那么意味着有的方面就会不好 但是汽车是一个特别遵循短板理论的物品 只要有一个板相对于其他都很低 那么这个缺点就会被无限放大 所以如果一台汽车的操作性特别好 那就意味着舒适度会有所降低 这样一来全家出行就不太合适了 其实在买车的时候 还是建议全家人一起去进行选购 这样每一个人的需求都能够有所呈现 买到一台中规中矩的汽车 好不买一台只能彰显个性的汽车 毕竟人还是要慢慢成熟的 当然了 如果你家能够每人一台汽车 那还是祝贺你 以上内容就当时打扰了吧 再见 再见 再见